停機坪上這一架長榮空八 A321班機機翼 硬生生的銷進了另一架 波音777起落架前段 真沒看錯這好痛的一吻 飛機起落架前段凹陷 機翼也歪了 超糗的意外發生在十六號深夜 拖機作業駕駛員轉彎不慎 那電子艙是管飛機 是飛機心臟 那你這邊的線路有沒有 通到電子艙這裡有沒有受傷 如果你受傷 全部都更換 飛機傷得好嚴重 最外層蒙皮得全部重做 裡頭感測氣象 壓力 還有通訊的精密器 通通得重新檢查 若沒修好飛航安全堪憂 兩架飛機重傷 修復起碼要一個月 過去曾有波音747修理機比 耗資兩億台幣 只怕這次會再花費更高價 通常我們在機場的機面 會有所謂的標線 那沿著這個標線來前進 大概都可以很安全 飛機跟我們車輛是一樣的道理 它在轉彎的時候 就有所謂的內輪差 長榮航情則回應 暫停肇事員工職務 一切還在調查當中 不過長榮航空企業工會認為 這和長榮人力吃緊 脫不了關係 那會擦撞的確是很誇張的事 遠在高雄的機場的地勤人員 也調過來說 不當調控過來說 要支援桃園機場 能力不足的情況底下 他們的勞動強度 其實工作量都不足夠 這回幸好飛機上都沒人 也還好不是在空中出問題 飛航安全 長榮實在不能輕忽 靜新聞乾杯請猜如採訪 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